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至于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中国式家长 OK 那么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进入游戏吧 开始 电台之声 什么 其实学数学到了某个阶段 那是可以提前学习高等数学 并走上学术之路的 如果想成为周某这样的高思在世 那刻苦学数学课程是必不可少的 哦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问你 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上一集啊 我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难题 就是 让游戏中的我长大之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啊 跟我说要做一个大文豪啊 蛮多的人了 让我做一个大文豪 大文豪其实就是作家吧 应该 当然呢 还有有些人呢 是要让我做这个蛊惑仔画世人 这个蛊惑仔画世人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是蛊惑仔老大吗 还是什么 当然啊 还有些人呢 让我让我当这个什么天王巨星 对吧 还有奥运冠军 还有游戏制作人 那么营销总监和这个福布伴藏在世啊 比较少 几乎没有 我只看到一个是伴藏在世的 那这福布伴藏在世是什么 意思啊 这个 我不是很懂 还有一些观众呢 让我当一个普通人 普普通通过日子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 根据我啊 我个人来讲啊 我不会走一条路 我对文学呢 很感兴趣啊 我个人对文学很感兴趣 我呢很有可能会选择当大文豪 计算机科学家 我也很感兴趣 我可能会两样 两条路同时走 但是这个游戏只能选择一样 如果说我硬要选择一个的话 我选择 我想选择计算机科学家 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啊 或者说是研究机器人啊 那些东西 对不对 我想一下啊 那就计算机科学家吧 至少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很感兴趣的 当然了大文豪对我来说也很感兴趣啊 那就科学计算机科学家吧 我选择这个 似乎目前的理想是成为计算机科学家呢 对的 我的理想是这个 OK 那现在我们接下去玩 我现在是八岁了啊 那现在应该是挖脑洞了吧 哦 洞察脑洞 挖学后可以显示所有未知脑洞 消耗18点行动力 哦 这个 这个是最爽的了 这个你看 行动力不足无法挖 哎 好吧 那么 那就算了啊 OK 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回合啊 看右边呢 还有一个回合 就要当一个小艺术家和奥运明星了啊 这个3000的这个体魄和想象力是完全达不到的 这太不可能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 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 哇 你看这里这么多可以学习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学习了 哇 霸凌反击 525 这么多 保护自己最重要吧 那我选择 这个 霸凌反击 学这些打架的本事干嘛 不学好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 好吧 爸爸 啊 你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 啊 像个像个懦弱一样 对吧 被人欺负了还蹲在角落里哭 该出手是就出手 对不对 来 我们这边艺术赏息 对了 我是想要当一名计算机科学家 我就应该少学点艺术性的东西吧 那我们应该学习一点 这个 计算机科学生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啊 如果说大文好的话 我知道应该学什么 比如说学这个古诗 对不对 可以增长你的那个文学能力 那计算机科学家我们应该学什么 理科 英语要学的吧 数学 哦对 计算机科学家应该要学数学 50米跑 体魄 可以增加体魄 哎 然后智商 智商数学 这边有了吗 这边可以学习一个 OK 天文地理 好的 那现在 安排一下吧 安排一下啊 霸凌反击 哎 父母满意程度解五 哦 这样的话我的压力也会减二 面子会减一 只要一娱乐父母的满意程度 都会减少啊 哎 这个不会 幼儿园滑梯的这个 你看父母满意程度不会减五 那就这样子吧 OK 正在练习霸凌反击 这什么东西啊 琳兰的顶点 什么东西 简朴教育 因为你的身高和脚 都长得特别快 妈妈总是会给你 买大一号的衣服和鞋子 让你很不舒服 你有相似的经历吗 没有 双百 双百还是什么 你想要最新款的乐高玩具 父亲跟你说 只要考试全考一百 就送给你 想象力加十 哎 这个可以啊 零花钱 爸爸不给你零花钱 每次别人送你东西 你都只会拒绝 霸凌反击 天文常识 大车大悟 行动力加45 动画片 每天总是看动画片 生活可以很美好的 看了是什么 皮卡丘 哈哈 街道闲逛 幼儿园滑梯 滑梯英雄啊 获得了一个新的什么东西啊 特长 滑梯英雄啊 这个 街头全数 哎 这个是要练武的吗 这个 开始注意周围的同学 似乎可以消耗行动力 增加一些友谊 不过如果属性不足 对方是不会和你建立联系的哟 哦 哎 这边有三个了 两个事件一个选秀 啊 社交 哎 我的天 你们看到这四位女生 你们喜欢哪一种啊 喜梦来 哎 这个比较好看一点哦 感觉这个喜梦来 应该是斑花吧 啊 哎呦 不好意思 已经有约了 下次再聊情商太低了 不要做朋友 情商太低 我一千多情商呢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可以 雨露均沾啊 我们一号看一下 不好意思 哎 这个羊羞也不错哎 肉肉的啊 我比较喜欢有肉感的女生 肉肉的 感觉手感不错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六套练习题没做完呢 晚点聊 智商这么低 看来这是个学霸啊 那 那 那这个呢 很无聊的 无聊就不要聊咯 所不可耐啊 好像都不行啊 哎呦 我去洗澡了 下次再说解释严控 拜拜咯 哎 算了 你这个人我也不想 对吧 不想跟你建立友谊 那么 事物索取 那么上一集的话呢 我好像是 哎 不对啊 我上一集是不是已经有 可以索取一次了 怎么没有啊 哎 但是我的这个 我有140零花钱了 但是我怎么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啊 我有一次可以向父母索要礼物的东西的 但是怎么就没了 难道当天索要的东西必须当天得弄吗 好吧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先看一下事件了啊 日记 隔壁班的那个大哥子今天又找我要钱 哦 我被欺负了 这次我不再答应他 他说过几天要找我麻烦 我有点担心 但这次为自己骄傲 你们有过相似的经历吗 你们有没有谁 是在你上学的时候 有比较大个子的人找你要保护费什么的 你们有吗 我是没有的 OK 事件 旁白军说 最近市里举办的活动 在几百名孩子里选拔出具有短跑天赋的选手 你脱颖而出并活得凭我的赞扬 然而 然而什么 然而今天一个教练偷偷跟我说 希望我可以从事体育生道路 我可以做到吗 如果我不做短跑 我又可以做什么运动呢 古艾伦参加篮球班了 我要试试吗 可是我的理想是计算机科学家呀 来看点选秀 中国有特长 这是第二季了吗 上一次我参加过了 华少 我说特长你说 欢迎来到中国有特长的演播现场 本资选手主要以评选情怀为主 请问你要选择什么特长来参赛呢 特长点数越高 得涨就会越大 什么情怀啊 我上一年参加的是不是就是五应足 我今年还要参加五应足吗 我们换一个吧 拼音万磁王好像比较厉害 我们选拼音万磁王 应该怎么样 滑梯英雄我不知道他的特长点数是多少啊 你就选择这个吧 好了各位参赛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了 好了下面有请流亮露的作品 这是我女友 接下来的是墨镜男带来的 我觉得不行 最终还有我们的紫玉带来的拼音万磁王 人家都是唱歌样表演 我呢就是拼音万磁王 经过了几十位选手的精彩表演 终于来到我们的大奖环节了 我觉得我的拼音万磁王有点幼稚 你知道吗 今年我们的最佳潜力奖是 孟瑶 摔倒就退役 恭喜恭喜 下面有请中国特长发展委员会主任 带来的最终大奖 今天我们年度特长大奖 是我觉得不行 又没有获奖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街头全书让你成为小混合里的技术了 你说我这个会不会慢慢成长成一个街头小混合 哇天哪 哇那要学理科了我感觉 我这个理科感觉不是很好啊 那好吧那咱们挖下脑洞 哎哎这个好这个好 哇我这个是最喜欢的了 直接进入下一层 哎哎又是这个 哇这个是真的舒服啊 现在智商了 我现在要智商 体魄 哎我现在属性已经全部上一千了 唯独智商没有上一千 好吧那就开始学习吧 我现在有一千多了 一千多 可以今天可以学什么呢 街头全书啊 如果我要当一名古惑仔画室人 我是不是应该学这个街头全书啊 你看 街头地痞流氓的主权 主流全法配合港台古惑仔的口头禅 效果更佳 如果我要当一个古惑仔 我应该学这个街头全书 感觉我是不是学错了 哎为什么街头全书这么贵啊 要999 什么鬼这么贵 那我要当一名计算机科学校 我应该怎么做啊 嗯 我们学随便学点东西吧 现在都说培养不出纽顿那样的大科学家 孩子都见面的苹果 说怎么被砸中 嗯 中国地理 计算机 要学中国地理吗 不对吧 哎导游 哎 中国地理学校之后 我可以当一名导游了 代步数学要学习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要不都学一遍吗 要不 街头全书我们学一下 哎 学一下这个 这东西没什么用力学干嘛 去打架吗 你靠打架吃饭吗 哎呀 学一学而已嘛 对不对 英语养我起座 OK 养我起座 好的 没了 那么 安排一下 街头全书啊 父母满意程度 可以减十 哈哈 哎呀 我们就安排一下 好吧 我们安排一下啊 哎 我都已经小学了 我还玩幼儿园滑题哦 动画片 动画片要看嘛 那就幼儿园滑题吧 OK 下一回合 获得了新的特长 街头什么 霸王 正在练习街头全书哦 社会社会 社会人 社会人 初代数学 正在练习 代数初步 四个苹果 怎么封给五个小朋友啊 那简单啊 扎成苹果汁啊 对不对 正在练习 简单的英语绘画 今晚想吃三门 西荷尔斯 炒鸡蛋 我的天 这个英语 我第一次碰到啊 幼儿园滑题 OK 交友午餐 你已经设够 被爸爸指责了 爸爸却始终都说 都是为你好 你已经听够了 你有相似的经历吗 嗯 没有 流行玩具 流行的玩具 你有 他也有 为了当个好孩子 给家里省钱 你决定不买 这么好的啊 这么懂事啊 兴趣班 你好奇各种舞蹈 武术兴趣班 然而只上了一天 就要或者回家 妈妈很不开心 觉得浪费了钱 埋怨你 三分钟热度啊 是吧 唉 浪费钱啊 OK 出现了新的学习 看场子 哎哟 这个古惑在画室 人怎么每一个都有啊 啊 咱们不能再学这个东西了啊 约稿外快 约稿外快 是什么 大文豪出现的东西吗 文学基础 沙马特青春文学约稿 稿筹丰厚 快学投稿 这边有四个了 三个事件 日记 我打败了那个大客子 用了网上学来的军体拳 似乎大家对我有了敬意 也有了意思的畏惧 这就是拳头的力量嘛 难道我要觉醒了吗 变成古惑宰画室人了 不对啊 我明明是要当个计算机科学家的呀 哼 怎么这么暴力呢 感觉自己身体强了很多 可是可能是体能训练起到的作用 自己的篮球能力提高了很多 似乎篮球和我印象中不太一样了呢 日记 看着电商的扣篮几锦 缓售的梦想 交入篮球基础训练营 可训练第一天中 负重仰卧起头真的好难啊 躺下之后啊 隐隐作痛 哎不对啊 怎么感觉又跟我的理想背道而驰啊 啊 现在的痛苦是为了让自己变强 可为什么要练这么奇怪的东西呢 我打的可是篮球啊 乖乱和学却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 成绩 哎又成绩了 哎呦 凉啊 哎呦我成绩上了 我上一次的话还是及格哦 你的成绩慢慢提升啊 你看同位成绩比你好 我都抬不起来 同事还是什么东西啊 同事吧 什么同学 什么同位是什么东西啊 不错不错不错 这是第二次的测验 对不对 现在我已经九岁了 什么时候上初中啊 什么时候上初中啊 下一集应该上初中了吧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中国式家长就先三世王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 我是芷玉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